他说 亲爱眷属的和会 和合训会 或是父母儿女夫妇的会合 洋溢的家庭的温暖 或是学校中的私生同学 社会上的同事 意气相投互相辅助 结成深厚的友情 人是被称为社会的动物 人有亲人亦友 朋友 我们讲亲戚朋友 共住合作 这是极理想又安心的事 然而由亲爱而变为冤家 这姑且不说 不论是怎么样的亲爱共住 总要来分离 一旦生离死别到来 抛下父母丢下妻儿 孤苦欺缓的各奔前程 谁还顾得了谁 那么这个是比较我们比较常见 也比较体验深刻的 不管是谁 那么总是会有喜欢的人 跟不喜欢的人 那尤其是我们喜欢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父母 儿女 那么要远离我们 自宁 是离开这个世界 永远离开我们 我们都会很不舍 那每一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 那前面讲波士尼王 他的母亲要往生了 波士尼王也非常不舍 即使活了九十岁 他还是很不舍 那这种无常 生命无常的观念 那这个是这种 这种爱别离的这种观念 那么基本上也是常常会发生 那么尤其是跟生命无常连结在一起 那么所以何会必有礼 天下无无常的宴行 那么这个也是 也是常有的 那第四个 那么主要是生命 生存的问题 有生必有死 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们来看 经验告诉我们 凡事有生的 无有不死的 那佛法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 像经验想永生 道教想常生 佛教想无生 不一样 因为只要有生必有死 这个是一个法则 不管你活了多长 那么一定有命禁的时候 那你说 那这个 那这个 极乐世界不是无量寿吗 不是永生吗 那这种要分开来看 就是极乐世界到底是在三界面 三界外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永生 他真的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吗 那一种说法就是其实也不是 只是比较长一点而已 那这个无量他基本上还是有量的 无量都是有量的 包括阿弥陀佛都会入涅槃 阿弥陀佛本身是无量寿 都会入涅槃 然后由观音菩萨成佛 那么所以这个无量 他并不是真的是无量 就好像我们说 恒而杀无量 可是真的要算还是无量 他就是数目就固定了 所以说太多了 我们算不到而已 那还有一种就是 你在那边成佛 你在那边修行到成佛 脱离了生死 那个就真的无量了 那你在那里可以修行到成佛 由这样来讲无量 所以只要有生必然有死 没有那个生而不死的 没有 只是长跟短的差别而已 那这个世界短一点的 出生没多久就死了 那长一点的 像第一千生千死 千死千生 一下子死 一下子又生 一下子又生 那最长的是 但是他不离婚 他那个第一 最长的是八万大姐 在飞翔飞翔天 那人寿就不一定 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 那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这个是死亡的事实 铁一般的到处都是 可是人类对于自己 总好像是不会死的 其实人也知道会死 他不仅就知道会死 难免一死 难免一死 终究一死 大部分人都知道 而且也知道生命无常 那其实大部分人是知道的 只是说还没那么快 还没轮到我 大概大家都这么想 我知道会死 可是还没轮到我 我知道难免一死 可是现在我还没死 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观念 所以他说人类对于自己 总好像是不会死的 生存一切才有意义 于是为名为立 争取一切来属于自己 所以我们的幸福美满 基本上都建立在我们生存 我们存在这件事上 举个例来讲说 一般人讲的幸福 幸福主要是五大类 五大种 一种是一般人讲的幸福 幸福 所谓的幸福指数 幸福的成分 圆满不圆满 美满不美满 一个是身体健康 健康 长寿 健康长寿 然后富贵 尊荣 然后家庭美满 家庭美满就是富慈 子孝 兄弟和游牧 家庭和游 美满 然后接着是朋友 信实 就是朋友很多 而且都不是酒肉朋友 都是忠心 鼎鼎 然后互相扶持的朋友 然后一个就是智慧聪明 智慧聪明 智慧伶俐 你个人的脆子 非常的智慧聪明 那基本上所有的这一些 你很有智慧 你写了很多本书 你是一个智者 学者 你有很多朋友 每一个人都很好 都是相舔相识的 你的朋友 你的家庭美满 你的太太又漂亮 你的先生又庄严 你的儿子女儿 都很有成就 走走 你家又很有钱 你又很有地位 很多人尊敬你 你身体都很健康 但是 这个要在 这里的所有的情况 都要在你有命的情况下 才存在 你没有的命了 没有的命了 你的父有钱 没有 不属于你 你的地位 你是什么地位 不属于你 你的家庭 你的太太 儿子女儿 都不再属于你 你的朋友也不再属于你 这不是你的朋友 死了就往了 就其他地方 包括你的书 你写下的书 什么的 这些都不再属于你 全部都没有 所以 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 生存的这个事实上 没有的命 什么都没有 有的命 那么你有什么不一定 有的有 有的没有 但是 有的命 就不断地去追求这个东西 那当然也是很好 但是 追求到了终究 命还是没有 有的人追求到了 不久就命就没有了 有的人到死都还追求不到 这些东西 命也没有了 在追求的过程中 把命没有了 追求到了 命没有了 很多时候 最终还是 最终 因为 效果的现在 寿命都不太长 平均寿命是70岁 你重多一点点 80 你现在已经80了 那现在高一点 科学的 藉由医学的进步 不过现在的命长 很多都是 差短的 对 延长的 就是延长痛苦的年限 很多变成是这样 就是痛苦的时间拉长 基本上是这样 那 这个 这个 一切的幸福 基本上都建立在生存的这个条件上 有命才有这一些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为名为利 争取一切来属于自己 生存 但是 生存了之后 就开始 有了生存了之后 就开始争取这一些 这个就是口头说到要死 而对人对事 还是毫不觉悟 那么这个对于生命的无常观 是第一个要建立的 所谓八大人觉军第一觉悟 就是觉悟什么 世间无常 国土为粹 世大国空 五云五亡 生命变欲 虚悦无主 如是观察见离生死 那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这是颠倒的不死权 就是 希望能够不死 那么这一句基本上是 古诗里面 持久手里面来的 就是说 生眼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我们来讲一下 对无常的观念 其实很多人都有 我们举一个例子 等待看这个 看水就好了 历史上 历史上 基本上我们讲 第一个讲佛陀 佛陀 佛陀曾经跟波斯尼王讲 波斯尼王是因为他母亲往生 他很难过 波斯尼王跟他讲无常性 佛陀跟波斯尼王讲 举恒河为例 用恒河 恒河的水 恒河的水 不是一直流一直流 他就忍着生命像这样 生命一去就不复返 如何死流 我们看 我们看 波特怎么说的 他说 如何死流 往而不返 这个河是很冷 如何死流 一直去 一直去 很有趣 就关于 关于用河水来代表生命 一去不返 这历史上很多 很有趣 如何死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四则不一 四则不返 四则不凭 四则不击 四则不减 四则不减 那么这个是佛陀跟波森丽瓦说的 我们来看孔子 孔子最有名的责任之探 世者如斯 他是看哪一条水 看世水 山东去乎有一条水叫世水 这个和氏值很冷 应该是 看世水 世者如斯 一样你看都一样 但是虽然是一样 但是还有差别 等一下我们还有黄河长江 我们来看 世者如斯 孔子有一天 世水 不舍咒业 前面是指在江上 指就是孔子在江上 这条江上 这个是世水 世水当时是 当时是四条河有汇成一条水 水势非常大 流着很快 在山东 屈腹 他们家乡旁边 孔子死的时候就站在 就站在世水岸旁边 世者如斯 不舍作业 你看都一样 所以其实对生命的无常 其实大家都有共识 但是 虽然都有生命无常的共识 可是大家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是孔子 这个是佛陀跟波斯尼王讲的 但是后来佛陀跟波斯尼王讲 所以要积极的修福 积福修德修道 那孔子也类似像这样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责任之汉 那我们来看 世间的人 这个是比较宗教家的 世间的人最有名的 一白将近久 黄河之随天上海 奔流到海不护管 高塔明镜悲白法 昭如青丝慕成群的黄河 一样 奔流到海不护管 生命就这样 但是 这个他最后的决论是什么 他最后的决论就是 人生得益虚俊华 莫死今生空对月 慧析一饮三百杯 你看 就是 你要怎么样 你要 你要及时行乐 等下我们就会看 一样是无常 从无常开出两个观念 因为世间无常 少华一顿 所以青春不要留百 要怎么样 要尽量行乐 及时行乐 能够让生命快乐 就尽量快乐 宗教教不是怎么说 及时行道 所以从无常里面 大家都有无常啊 那么一个是 即时行道 生命很短暂啊 要趁这个短暂的生命 好好修行啊 一个是什么 即时行乐 等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生命很短暂啊 能够享乐的时间不长啊 所以要趁着你享乐的时候 尽量享乐啊 不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立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护王 黄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护王 一样 你看 其实只是用法不一样 自己讲的都一样的词 我朋友都还不护王 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好啊 君不见高潭民进背后还把 招如亲师慕承选 但是他到最后的结论 人生得意欺净凡 莫死进去 过去要取了 要饮酒取了 朋友宰羊且为乐 慧虚一饮三百杯 喝一次要喝三百杯 你看 喝到醉就死了啦 好 另外一个 这个是黄河 要参加 大江通去 苏东坡有 苏东坡有学我的 大江东去 让套进千古丰有的墓 还不是一样 看着流水 知道这个生命就像水这样无常 然后最后他讲什么 这个神游故国 他讲这个 他是神游赤壁 想到赤壁 想到以前三国时代 周游怎样 周渔怎么样讲这些 那想一想就是说 神游故国 多生法法做出来 我就想太多 妄想太多 才这么容易 老就是了 那最后是什么 一尊海淀江淀 一样 跟一白一样 把酒抱进长江里面 然后对着这个江 干一杯 还不是一样 那一样起始行乐 起始行乐 曹操 一样短歌行 那短歌行讲什么 短歌行讲 这个 我来看一下 他说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一样 譬如招路 弃路苦多 一样 最后还是喝酒 因为他们不懂得有解脱的方法 不懂得有解脱的方法 很多人在找离谷的方法 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哲学家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 说你要不当一个痛苦的哲学家 就是你要不当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 哲学家就是发现到生命的痛苦 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痛苦 那你要不当一个痛苦的哲学家 就当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 要不当一只快乐的猪 没有痛苦 有的吃有的猪就好 有的死 没有意义 可是其实从佛教的立场上 可以当一个快乐的修行人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 他找不到出处 找不到解决的出处 那这里 导师以弄的这个是汉诗里面的 我把它写出来好了 这一个也蛮有意思的 我刚好有横河 佛陀依着横河来讲武场 生命的武场 孔子依着嗜水来讲生命的武场 李白用黄河来讲生命的武场 苏东坡用长江来讲生命的武场 那一样都是讲武场 生命游得很坏 像水一样 可是结果不一样 有的就是及时行乐 有的是及时行道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 导师引用的这一句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作短苦月产 何不贬足有 所以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这样 他整句我们把它写出来 就是说 他主要是说 人生很短 人生苦短 那 活不到一百岁 可是就怀着一千岁的忧愁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担心国家 担心社会 担心家庭 担心自己 担心不完 那作短苦月产 白天 白天太短 晚上太长 就是很难睡 因为你想这个 想那个辗转难免 什么样的人夜最长 睡不着的人夜最长 就是这样 睡不着的人就吹得慢慢长夜 很难熬 睡得早的人就怕夜不过长 我告诉你 所以 因为他想太多 担怀千岁忧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既然夜那么长 那何不拿着蜡烛去游 即时行游 你看 还不是一样 所以我说 一样是五场 其实五场大家知道 谁不知道五场 李白也知道五场啊 你看他这前面那两句 真的就是五场啊 君不见 你没看到吗 芒蛾之水 天上来 那个很大很大很大水 不流到海浮缓 一去就不回缓 生命就像这样 君不见 高堂明镜碑百华 还有老人家在那个镜子里面 头发伸出来了 苏东坡说 早生花华 把他头发伸出来了 朝如亲师父神学 早上还黑黑的 黑亮黑亮的 到了晚上已经变白了 我最近才看 我的胡思也变白了 头发还没有 不老了 不老了 这很快啊 这个不是五场啊 是五场 是五场 那我们来看 他是这样子 他是生年不满百 常怀也千岁佣 老师是写人生不满百 他是生年不满百 常怀也千岁佣 活活不到一百岁 但是要忧虑的东西 大概有一千岁那么多 禅人生不满百 常怀也千岁佣 坐短苦夜长 何不禀足有 凌云人生不满百 结果也是一股 暗默的 眼睛是这样子 养花 可以养花 他说为乐当即使 你看即使行乐 这个世间人的观念是这样 要即使行乐 他之所以会即使行乐的观念 是因为他没有解决的方法 何能带来之 来一年就老了就不行了 他说愚者爱习费 但为后世吃 吃就是取笑 嘲笑 仙人王子强 这次诗也蛮有意思的 难可与同情 老师只是写两句而已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然后来理解一下 他说我们活不到一百岁 怀着千岁的忧虑 然后因为常常担心 担忧这个担忧那个 繁荣这个繁荣那个 所以就觉得夜很长 慢慢长夜 然后既然是这样 那何不丙足有 拿着蜡烛 晚上睡不着没办法睡 一般是白天才在游 晚上就睡觉 可是晚上睡不着 那就用往上来游玩 游乐 基本上就是行乐 所以为乐 就晚上来游乐 为乐要即使 那么何能带来之 不要带来一年 你现在就去玩 那么愚笨的人 就一直赚钱 爱习费 就一直赚钱 赚到了钱 可是继续花不到 都给他的子孙花 所以给我给他的子孙笑 我就爸爸 都怎么样怎么样 我你们妈都不要 自己自己只不得花 这个都我们在花 你看 有赚钱的人 有花钱的人 赚钱是辛苦的人 花钱是快乐的人 你自己何不自己赚钱 自己快乐的人 为什么自己辛苦 那别人快乐 虽然是你的侄女 可是侄女也笑你 这不懂得享受 不懂得人生 不懂得享受人生 赚钱给他花 他还认为你 你不懂得享受人生 就是愚者爱习费 但为后世之 不断地累积金钱 还给后世的人嘲笑 然后仙人王子小 难可与东西 那你想要像仙人这样 成仙 这个是很难得的 不太可能的 你就不要想了 那你自己现在能多快活 你就多快活 并且是这个观念 所以它是即使行乐的观念 你像这个 李白也是这样 李白也是这样 即使行乐的观念 会须一饮三百杯 喷牛载养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人生得益西俊华 莫死金尊空各月 就是这种观念 那唐朝两个大师 一个礼白 一个礼物杜福 礼白叫做思仙 他就是这种放荡放逸的 即使行乐 那杜福就不一样 杜福悠国悠名 你看他看到这个人间这么苦难 他看到世间的苦 看到无常 他看到他很悠国悠名 他看到 他说这个 这个珠门酒肉中 路有洞死骨 有钱人 那些酒那些肉放到烂掉 这是穷人 饿死饿死掉一大堆 他看到那些独书人 独书人都很穷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说愿德广下千万间 敬辟天下寒事尽欢远 你看那种心不一样 但是他也没办法 他省在那个时代 可是一样是诗人 你看这心就不太一样 那一样是看到河水 这个佛陀看到恒河 孔子看到嗜水 李白看到黄河 苏东坡看到长江 那就分两胎 一样都是感到生命的无常 可是感叹之后呢 你做了些什么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一个即使行热 一个即使行当 那之后呢 一个可能解脱轮回 一个就没办法 就一直在轮回 你的快乐能够多久 没有多久 你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 这些精力 去找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脱离的呢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最生存的无常 其实很多 即使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生命无常 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意识到 都知道的 很少不知道的 但是知道是知道 总是第一个觉得我还年轻 还没闻到我 即使老了之后 也会觉得还没到 他总觉得就好像有人 就觉得我还没老 所以修行是老人的事 修行是要死的人的事 都会这样观念 这样是错误的 所以他说这个是颠倒的不死绝 不死绝就是 这种不正 不正当的 不正确的想法 一般来讲 有所谓的 清理国土不死 这种就是你在那边休闲 想想这些 胡思乱想 永生与长生的邪见 都有此而来 然而你真听说有不死的吗 真的有不死的吗 其实没有 那么上面诗句是非常有名的 是非常句就是无常句 我们说过无常句 刚才有写过 导师又加两个就是了 那么世间我们知道 武运世间 有情世间 跟国土世间 刚才有讲的 武运就伸出一面 你看 世间 无常 世间无常 世间是苦 无运有生住一面 身心的变化 这个是身心 有生住一面 有情 有生老病死 有生老病死 国土世界有陈住坏空 有世界无常 所以我们看 那这个变化 好 那么这个中中是非常有名的 即使无常句 那我要一句 我們常好課不是在念嗎 以前菩薩起重心 失日已過如命運水減 如掃水與石油和樂 他用水 不過他是用水裡面的雨來品味 不是用江水 河水 可是他這跟你講 當情心性如救頭郎 但念如常 聖物放映 他也是告訴你要及時行道的道理 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好 這個是生存的經驗 就無常期 第五個 國家 國家的繁榮 就表示這裡講國家跟社會 不過他那個既是國家跟世界 世界就是社會 國家對於我們可說是安全的保護者 國家的強盛繁榮 對於國民的安樂與自由 有密切的關係在 因此有的以為只要國家強盛 我們便有了著弱 可是國家的強盛不一定等於自己的安樂 所以為了國家打戰 那麼殺敵人 講起來可歌可泣 是很好沒有錯 但是他並不一定會帶給你安樂 因為國家不都在變 剛剛中國這個概念 你看下山州的中國 秦漢的中國 宋元明清的中國都不一樣 版圖是不一樣的 那個範圍是不一樣的 以前越南也曾經屬於中國 蘇俄的部分也曾經屬於中國 現在的中國的某部分 蘇俄以前不屬於中國 反正就像這樣 其實是變了變去變了變去的 那麼這個世界其實也是這樣 那你以前跟他打得要死的 現在又合和了 以前伊拉克是跟著美國 然後對付伊朗的 那後來美國又打伊拉克 那以前日本是跟著美國 日本偷襲珍珠港 那麼跟著美國打的 一個是現在 現在美國又跟日本 又跟中國大陸打 好像就是像這樣 其實以前的敵人 後來現在變成朋友 變成戰友 以前的戰友後來現在變成敵人 這個在世界上是很常見的 非常常見的 那麼我們舉個例來講 像我舉個例子 那比如說三國時代 我們知道最有名的 這個三國 關公 關羽 關羽 一心中意 為了劉備 為了蜀國 可是都拼了命 可是他殺了那麼多人 他殺的那些人 算在誰的頭上 算在他頭上 是他殺的 是他殺的 不管你造了多少業 那個業都算在你的頭上 你為了國家也好 為了民主也好 為了你的神也好 為了你爸爸媽媽都好 你為了你爸爸殺人 還是你殺的 是你造的業 但是彼此有共業就是了 你為了不管你為了誰殺人 那個就是你殺人 這種他並不會 但是你有可能是 為了更多數的人的安樂 那這個業就會比較減輕一點 就是這個業你就會 就是看你的心 還要看你的心 然後造成的破壞 有些不是為了國家 是為了民主 有些為了政黨反正就很不一定 但是人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好 比如說現在是以色列跟巴基斯坦 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以色列跟這個誰 什麼 他們跟是什麼 另外一個 以色列敵對那個是中東的那個 另外一個是 不是巴基斯坦是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嗎 不是 不知道在你忘記了 那麼有可能 比如說 舉個例 我們現在舉個例 我們比較好舉例 比如說 國民黨跟共產黨 比如說台灣跟中國好了 那你現在身為台灣人 那有可能你的英元 你下輩子升到中國了 那你現在身為台灣人 反對中國要跟中國拼命 那下輩子你這個心 你的英元你升到中國 你也是為了中國要跟台灣拼命 那這個就變成 你當初要消滅的就是你自己 就變成這樣啊 就變成這樣喔 那也是這樣喔 在業果的有時候會這樣 比如說 所以英光大師有舉一的例子 也是像這樣 比如說這個甲 甲跟癮 他有這樣 比如說甲跟癮 甲跟癮兩個兄弟 分財產的時候 這個癮 癮把這個甲 這個比如說兄 這個是弟好 那分財產的時候 這個癮霸占了這個甲 霸占了弟弟霸占了哥哥的財產 然後想富貴 然後這個甲的兒子 就看不慣 就去 就因為他胖家的財產 被他叔叔霸占了嘛 所以他就非常的憤怒 那非常的憤怒 死了之後 死了之後 就去投胎 做他的什麼 做他的孫子 做他的孫子 然後敗壞他家的財產 然後這個子 這個兒子 以下又有何止嘛 就去敗壞 又要去敗壞他家的財產 然後這個 這個當然他這個就變成 就變成他的兒子 那他這個兒子又認為 他這個財產是他家的 所以他又要去傷害他 那其實就變成 但是他原來 你看這個業果的初衷復早 就是說你嫁給我的財產 但是這個應該是我的 所以我就投胎到你的 做你的孫子 然後享用你的財產 這本來是我的 但是他不知道 他又覺得 他又覺得 這個他又覺得 這個霸佔了他家的時候 要他去傷害他 要把他的財產搶回來 他哪有可能給他搶 他不可能給他搶 所以他又跟他接走 跟他的兒子又接走 然後類似像這樣 這個東西 那今天你不管你恨誰 那你愛誰跟恨誰 你都一直會跟他糾纏不清 只是互相折磨跟互相幫助而已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今天比如說 你今天你先生在台灣 然後你反中國 那你改天生到中國 你又回來反台灣 那到底你是反什麼 不是 因為那是你那種習慣性 你就是要保護你的民族 可是你的民族到底是什麼 你深深知識只生為中國人 深深知識只生為台灣 深深知識都是國民黨 深深知識都是共產黨 不一定 不一定 你會因為你的因緣轉來轉去 那這種就好像說 釋迦佛時代 你也不一定都是婆羅門 你為了維護婆羅門 然後傷害守頭樓 那有一天你造了二月 你成為守頭樓 那這個婆羅門一直撥壞守頭樓 你又不甘願 你又要反抗 可是這個當初也是你色下的規矩 你又要反抗你當初色下的規矩 就變成是這樣子 那這種情形是很常見的 所以在中東他們敵對的國家 那麼你有時候怨恨升到那個國家 有時候又怨恨升到你所敵對的國家 那這樣轉來轉去 其實像這種國家這種關係 那麼這個世界是不斷在變的 以前印度有十六大國 後來變成一國 後來又變成兩國三國 就是孟加拉 然後巴西斯坦 然後印度後來變成三國 尼泊爾本來也是屬於印度 變成四國 就變成四個不同的國家了 那有的很多的國家提成一個國 就不一定要變來變去 所以他這裡講說 國家的強盛不一定等於自己的安樂 不但政治上的派系起伏不完全 以是否裝為國家而標準 而國家一直在一字一亂的亂流轉中 就有時候太平 有時候又亂 有時候亂的時候多了 中國那麼 中國到現在 從夏昌周以後秦朝開始算 秦朝在西岩前 漢朝西岩前依然百年那個時候 一直到 一直到現在大概兩千多年的時間 兩千多年的時間 真正太平的裡面的東西 唐朝有一個盛世 秦朝有一個 然後漢朝有一個 秦朝很短暫 統一很短暫 三十幾年 真正統一的就是晉朝 沒有多久東西就變成西晉 秦朝只有三十幾年 大統一啊 你看春秋戰國 他戰國就 春秋武報戰國其實就分了 秦朝把它全部統一 沒有多久 三十幾年而已嘛 就滅亡了嘛 開始就變成三國時代又真嘛 三國時代統一 漢朝要長一點點 漢末就開始又亂了 然後晉朝統一 沒有多久又開始亂了 然後到了後來 水朝統一三十幾年也亂了 後來唐朝長一點 然後沒有多久又開始亂 五代十國開始亂了 然後到宋朝 然後元朝統一長一點 元朝統一長一點 外祖的 然後明朝 元朝亂的時候開始亂了 然後清朝也長一點 清朝有幾個盛世 然後清朝有幾個盛世 大概其他時間 2000多年大概 在真正太平的時代 我看不會超過三百年 真正太平時代 就慘 大部分都在動亂之中 這邊變 那邊變 所以國家赤環亂 赤平而還為紛亂 那你如果從整個世界看起來 那就更亂了 那就更亂了 中外歷史是無可置於的實證 所以以國家為唯一一物是不正確的 不安全的 你看當初關公 關公為了關公為了這個三國 要創這個蜀國 他真的你死我我死 關公現在我們還是到哪裡 他至少是前蘭 前蘭慎重 他至少還是大戶 是鬼道裡面的鬼王 他算是神 可是那劉備現在在哪裡 張飛現在在哪裡不知道 不知道劉轉到哪裡也不知道 那肯定還沒出三千 那尤其是做人 尤其做天 尤其做鬼 不一定 不曉得 那麼過去的這些人 包括秦始皇 漢奴帝 這些都到哪裡去 歷史上的皇帝至少都要幾千個 非常的多 搞不好我這其中也有幾個年前 做過皇帝 這真的有的 皇帝皇后都給人約錯過 但是這個事先這樣不斷地變 你說福報的時候都有不斷少 皇帝還不算什麼 我相信這邊一定有人 以前是生過天上的 真的 我認識一個巨師他就 他了解到他過 他可以記得他的過去生 甚至還記得他過去在天上的時候的情形 都還記得 但是他還是掉下來 他掉下來不能再上去 很難講 但是如果從天上掉下來 基本上真的都有幾個特質 第一個 第一個他誠實 如果我們講天人的特性是什麼 誠實誠實 第二個他慈悲 不太會殺身 就是他不太會殺身 很慈悲 就是不太會傷害很遠 那誠實證實 不太會殺身 他很喜歡布施 不一定布施給佛教布殿 但是很喜歡布施 第四個 他很孝順 大概都有這幾個特質 天上下來 基本上 基本上 即使你到天上享福 天上是失一得一死死得死 還是會再掉下來 而且天上都是五百年 一千年起跳 那人間做國王 頂多五十年做皇帝就了不起了 所以做皇帝有那麼多 但是這個福報其實不算大 所以這裡講 國家的繁榮 做唯一的依附是不正確的 社會進步 講到世界 有的人以為人是社會的動物 社會的文明一直在進步中 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義 那麼何必為各己著想 求密空虛的歸意 那麼這是見群體而不見各己的偏見 就是說我們要為社會 不要為自己 沒有說佛法也不為自己 但是你終究自己受苦 你是社會的一部分 你不好 社會怎麼會好 你不進步 社會怎麼會進步 那你如果只有社會沒有自己 那你社會是好的 可是你受痛苦了 國家是繁榮的 可是你沒有快樂 所以社會文化的進步 姑且看作是人生的真正意義 然人類社會的活動 依於所住的器件 就是我們這個器事件 就是這個地球 國土事件 是不能離開這一個據點的 那現在來講好像有可能 人類開始要移民到月球 移民到火星 開始有這種企圖了 那在以前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不可能的 現在開始有這種可能的 那他說就算你可以 也還是一樣 一樣有這個問題 一樣有這個問題 但氣世界是在凝成的誤會壞 就沉住壞空了 你這個世界也是會壞掉 人又為什麼要移民到他的星球 因為發現到這個世界會壞掉 那你移民到他的世界 其他世界不會壞掉嗎 還是會壞掉 還是會壞掉 所以沉住壞空 那麼沉了又壞 壞了又沉 請設想一下 地球一旦壞了 那個時候的人類文明 人生的真正意義合在 那如果我們從歷史上去看 這個世界有很多的文明 那有一些文明當時是非常發達的 現在也沒有啦 現在還存著就是我們講的四大古文明 印度 埃及 中國 那個叫做誰 哪裡 就是以前久一點點還流傳的 可是之前不只是這一季 非常的多 可是今天都不見了 都沒有啦 那你曾經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你為了創造這個文明 你造了很多的業 結果社會是文明的 你剁到哪裡去 你剁到三二道去 我舉個例子 我媽媽以前年輕的時候 她很好心 好心是什麼呢 就是你知道以前鄉下的人 自己都有養雞養鴨嗎 那養雞養鴨就是過年過年的 就是殺來用 或是有需要的時候 請個人就是殺來 也會有養雞養鴨 那隔壁鄰居有很多人不敢殺 那我媽媽敢殺 也就是我媽媽殺雞殺鴨的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拿一個碗 然後撞那個血有沒有 然後去煮那個鴨血糕 然後 她 人家不敢殺 但是我媽媽敢 她就都幫人家殺 好心嘛 就殺殺殺殺 所以人家知道她會殺 所以每次要殺雞殺鴨都抓來讓我媽媽殺 我媽媽就好心啦 幫助人家嘛 就殺你殺 殺我們就撞那個鴨血 那這樣殺 這樣殺 就長長殺 長長殺 殺業去積聚到她身上 是她殺的啦 所以有一天我媽媽好像是 不知道走過去哪裡 然後被那個磚頭打下來 會打到脖子 那這種殺業還是你積聚的 那你好 你為了社會 為了國家 你傷害眾生 那這個業還是你的 還是你的 所以那個曹操 孔明 孔明 火燒藤甲兵 他就知道要折瘦了 然後曹操 那個郭家 水淹下胚塵 淹死了幾十萬啊 那個白啟 殺了幾十萬人 秦朝的白啟 將軍 為了秦國 殺了幾十萬人 秦朝三十幾年就沒有了 可是他殺那麼多人 他要不要下地獄啊 要啊 所以你要好好想這些道理啊 那這個世界不算在變 國家 社會也都不算在變 但是他變好的時候 你說你不一定變好 你可能變更差 因為什麼 你在這其中 為了要讓他變好 你造了很多惡業 你造了很多惡業啊 以上那個 好 波斯逆王 那個跟那個劉里王 那劉里王就是劉里王 劉里王屠殺釋迦族 殺了那麼多 他侵占了 侵占了這個把波斯逆王 把他的父親趕到加皮羅二國 然後後來他去加皮羅二國屠殺釋迦族 劉里王後 波斯逆王後來死在釋迦 死在加皮羅二國 但是後來他又去屠殺釋迦族 他爭奪王位啊 阿哲斯王爭到王位啊 爭到皇帝啦 那現在呢 當然阿哲斯王後來 阿哲斯王後來還尾 他做了很大的善事 那劉里王呢 沒有 他現在在哪裡 如果他那個時候下地獄 現在都還沒出地獄 如果他那個時候下了地獄 到現在都還沒出地獄 因為地獄很慘啊 從印度到現在才兩千多年 地獄不止啊 釋迦摩尼柏時代 那個蘇家地那個牧羊女供養 供養讓釋迦國去普及蘇家成果的 現在都還在天上 天獸都還沒進啊 那個時候下地獄的地獄時間更長 還沒出來 都還在受苦啊 你想想就 甚至地獄有時候長到怎麼樣 這個世界壞掉了 你都還在地獄裡面 那怎麼辦 就是就壞掉了 移到他方世界的地獄 你看 繼續受苦啊 時間到才出來啊 所以你看 為了國家 為了社會 造了那麼多的業 結果 只願你 因為造業的人 自己要受爆 這種道理要想清楚 所以也不要說為了家庭 為了社會 為了國家 然後造很多的業也不要 好 這個是 總之 他這裡講 地球一旦壞了 那人生真正的意義何在 那麼說 以社會進步為人生 真正意義的人物 才是真正空虛的壞想者 總之一般人不能引發 求過一的熱心 是由於迷惑了眼前的短暫力 你只想到現在的好 你不曉得現在的好不能一直持續下去 現在所表面的繁榮 表面的景象都是表面的 一旦你不存在了 那麼這些現象都沒有 你存在 但是你所希望的也不一定會存在 因為無常 所以人世間的租一般可樂事實上 生起錯覺 經過上面的依依論就證明了這一些 沒有一次是真正可以進步的 我們要依靠什麼 依靠國家 依靠社會 依靠家庭 依靠父母 這些都是不能依靠的 那麼我們依靠神 依靠那些看不見的 這些是看得見的 不能依靠 實際上不能依靠 依靠神 依靠那些看不見的 後面都會講這些 鬼 天 神 這一些 是不是真的可以依靠 依靠上帝 依靠道律天主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讀書靠老師 生病靠醫生 我們基本上都在依靠 可是我們要找的是一個究竟的依靠 所以宗教很多靠神 那可靠嗎 後面就要講這個 所以什麼才是真正的可靠 從這裡來講 一個一個講 講到只有三保最可靠 為三保為什麼可靠 這一些為什麼不可靠 後面就要講這一些 因為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故集於一切 故集於一切 何等於眾生 何等於眾生 皆共臣伯道 皆共臣伯道